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据团体印尼峰会上直接言语恐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罕见大动肝火 可能就是觉得没面子 他进行这种政治黑箱操作习惯 他对于在这件事情上 他觉得对他来说 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他就直接就感觉到非常的不熟 三立新闻独家专访 华裔加拿大记者时事评论员盛雪指出 习近平把中国那一套用在国际场合 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正在说话 习近平却把头撇到一边 完全不正眼看对方 他当然对加拿大的这种威吓 对特鲁多的这个威吓是显然意见 创造条件 对话最后跟杜鲁多表示要创造条件 可能暗示加拿大要向中国妥协 最后更疑似丢下一句很天真 完全不像国际场合该有的措辞 但中国外交部强调习近平没有骂人 确实是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期间 进行了卷胆的交谈 这很正常 我觉得不应该被解读为习主席批评谁 或者指责谁 习近平把二十大的艺人独大 搬到二十国集团国际场合 如今对他国领导人也直接呛吓 带头示范战狼外交 已经可以预见未来中共的外交政策 会更加目中无人 三日新闻重宽报道